說實在的 我們今生能夠遇到這個法門 來念這一句阿彌陀佛的名號 來塑持這一部佛說阿彌陀經 說明我們的喪根 我們的福德 我們的因緣是一個非常的深厚 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 不要把這個稀有難逢的機會把它錯過了 不是每一個人有這個因緣 來念這一句阿彌陀佛的名號的 而且我們一定要知道 主義同修 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跟我們每一個眾生的關係 其實是一個非常的密切 所謂的密不可分 我們就如同超過 父母對兒女那種關係 阿彌陀佛對我們每一個眾生 超過父母對兒女那種的親切 所以今天阿彌陀佛成佛為誰而成佛的 西方極樂世界為誰而所建立的 不是為阿彌陀佛一個人 都是為一切眾生而建立 為一切眾生而成佛的 所以把這麼莊嚴這麼美好的一個地方 來供養給我們每一個眾生 讓一切眾生能夠在這個地方安心 居住生活 沒有煩惱 沒有痛苦 沒有憂慮 沒有困擾 能夠在這個地方天天過得 那種快樂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 然後慢慢來修道 慢慢來修行 將來成佛樂 然後去幫助更多的人 移民到這個地方 跟我們一起居住 親近阿彌陀佛 親近諸佛如來 這個我們一定要好好抓住 這個姻緣非常難得 不是每一生每一世我們能夠遇到的 所以我們這一生很幸運 這個師父說實在的 我們真的很幸運 這個人生太短了 一眨眼就過了 我們的生命太短了 一眨眼沒有了 一擦那時間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很幸運能夠依到這個法門 將來我們離開這個世界 我有一個方向 我有一個目標 我從這個方向 從這個目標 將來到西方節的世界 那我們的生命就穩定了 永遠不會再堕塞三二頭 永遠不會再六道輪迴 流浪生死 五量節以來 我們已經流浪太久了 趕快覺悟 你要趕快覺悟 這個就是簡單給大家做一個鼓勵 念佛 念佛 這句名號的功德 確實真的不可思議的 這個給大家做一個鼓勵 好好念佛 就對了 人啊 要老實 老實的人煩惱少 不老實的人煩惱多 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為什麼要生活在這個人間 這個世間為什麼活得很辛苦 活得很難受 就是因為不老實 不聽話 所以有時候做人太聰明 聰明如果沒有智慧 沒有正確 這個聰明會出問題 所以做老實的人很好 傻傻姑姑的 傻人有傻氣嗎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知道 師父這幾年 這三年下來 都是學這樣 老老實實的 沒關係 人家說我們傻傻的 沒關係 傻有傻的福氣 人家罵我們沒關係 阿彌陀佛 人家批評我們一句阿彌陀佛 人家說我們不好話 阿彌陀佛 不要計較 老老實實的 比誰更的幸福 人家每天活得煩惱 睡不照 睡不好 吃不飽 我們天天呢 睡得好 吃得好 這個我們一定要學 所以有學佛跟沒有學佛的人 是有區別的 有學佛的人 對一切事 對一切人 對一切物 一到了他不會斤斤計較 他容易放下 許緣 他不學佛的人 天天啊 去計較 計較到什麼程度 已經 差一點要入這個 我們講的 都已經要 要死了 他還在計較 已經入棺材了 他還在計較 所以做人不要太这样 很辛苦 人生如梦 金刚经所讲的 所谓的如梦换泡影 一下子就没有了 好好珍惜我们的人生 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 好好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我好好跟着阿弥陀佛走 那个正确的是最好的 所以你们要听话 要老实 不要不老实 不老实很多事情会出来 这个师傅跟你们讲 一些经验都是这样 真的老实的人真的很好 听话的人真的过得很自在 你看师傅 一躺在床上 一眨眼五分钟就睡着了 桌子上有什么青菜 青菜淡饭 看到一家子吃就好了 饱了 很多人看到这些发脾气 我赚钱赚得这么辛苦 为什么吃得清茶淡饭 这个计较 环瑙来了 所以做人越简单越好 我们念佛的人 都是要用这种的心态来看生活 把这句阿弥陀佛 跟我们的生活融合而易 你的生活就过得非常好了 这个简单给大家一种鼓励 好好用功 好好老实 好好听话 然后呢 真干 是不会臭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